保險從業員需要擁有良好的銷售技巧之外 優質的服務態度和專業的良好操守極為重要 而保協在2009年設立優質顧問大獎QAA 和優質經理大獎QMA 在2015年更增設優質領袖大獎QLA 藉此推動同業爭取具優質的服務態度和專業操守 藉此向社會大眾展示保險從業員值得信賴 今屆QAA、QMA、QLA獲獎人數是歷屆之冠 一共有五千位得獎者 今年受疫情影響無疑對行業帶來一定的衝擊 而保險從業員只有努力走向優質的服務態度 以及提升專業水平 以優質服務專業態度為行業指標 獎項除了表揚同業優質服務之外 對得獎者來說更加是一個專業的肯定 即使經濟環境令保險生意受到影響 我們鼓勵同事以平常心面對 繼續秉承以客戶為中心的宗旨 今次獲獎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動力 推動他們繼續與友邦一起對現對客戶的承諾 友邦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宗旨 亦充分得到業界認同 我們會繼續將關懷轉化為創新動力 幫助更多客戶活出健康、長久、好生活 客戶優先一直都是Exa安成 秉承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價值 我們每一位營業同時都有一張評分卡 在這張評分卡裡面 客戶服務的比重是非常重要 作為一個在文化上的培養和一個推廣 我相信藉著公司這個文化 和我們每一天所做的事情 來都是提高我們營業員的服務態度 中銀人受一直積極支持業界的活動 共同推動行業的專業發展 透過加許表現優秀的同事 提高整體行業的水準 為行業建立良好的形象 今年受突如其來的疫情影響 一眾同業的營運難免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 但面對疫境 只要大家都堅持不懈 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 繼續為客戶提供專業的服務 風雨過後一定會有陽光 我們公司一直以來都很支持 保協舉辦QMA、QAA、QMA的大獎 因為我們的行業是一個服務性的行業 所以這三個大獎 對我們的行業的定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拿到這三個獎 也代表我們的同事 其實在服務上做得非常專業 所以同事拿到這個獎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在客戶心目中的地位一定會提升 也會幫助到我們的同事 將來在客戶上的專業程度 客戶再做轉介 應該有很大的幫助 保險行業既要持續提供售後服務 也必須與客戶建立長遠的關係 誠信和堅持正正是故中的關鍵 普通保險的金融人才發展中心 擁有完善的培訓體系 有效提升專業知識和技巧 並強調以客為本的精神 配合育成計劃 指力打造最優秀的金融人才和領袖 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刻 同業更加要堅守崗位 團結一致 為我們的客戶提供專業和優質的服務 富衛非常著重從業員的專業操守和形象 我們致力提供全方位 由線上到線下的培訓 除了對從業員持續加強培訓 和專注高質的招聘之外 我們亦都透過不同部門 作出監察和管理 確保從業員抱著專業的態度 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為目標 希望大家面對社會環境變遷的時候 都無懼挑戰 抱著型難而上的信念 堅持著以客為先 向社會大眾展現保險從業員的專業 多年來 黃理一直支持保險舉辦的優質專業大獎 這些獎項引證了我們行業的專業精神 以及競業熬業 黃理經銷代理人的團隊 致力透過全方位的培訓 以提升我們的專業水平 並且善用電子化的銷售系統 以助我們客戶輕輕鬆鬆 作出一些明智的抉擇 這些獎項不僅是展現 我們理財顧問的卓越和能力 而且反映了我們致力剃造 頂尖的代理人團隊的決心 我們作為專業的理財顧問 應該保持積極正面的心態 堅持拼搏 繼續致力為我們廣大市民 提供全方位的醫療保障和退休方案 大家一起加油 保險是一個以人迷本的行業 除了利用創新科技提升服務 保成多年來 亦投入大量資源舉辦體驗活動 與客人建立一個長遠的互信關係 理財顧問更加是第一身接觸客戶 他們用心聆聽每一會客戶的理財 需要深知他們的困難和期望 傳遞客戶的聲音 因此理財顧問是客戶服務裡 體驗的第一罰關 而這個充滿挑戰的年代 感謝一眾QAA、QLA、QMA的得獎者 以客為先堅守崗位 為我們的行業帶來更多正能量 做得更加好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取消原定舉行的 優質服務大獎頒獎典禮 特別改用另一個模式 加許得獎者 我們特別為得獎者製作短片 短片內容包括 拍攝得獎者獲獎片段 以及保協會長 贊助的保險公司管理層的足學說話 得獎者除了獲得加許 亦可以將短片上載社交平台 作為個人品牌的宣傳用途 本人衷心恭喜每位 QAA、QMA、QLA得獎者 亦都感謝一眾籌委會成員協助 令到拍攝短片可以順利進行 戰狼會成員 成員 朝廷 獎主任 全民教徒 女行狼會成員 全民主義